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遥控器 遥控器是每个电器必不可少的设备 当遥控器损坏 有的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很少 就会丢失相应的功能 遥控器坏了也比较好修 在我们发现遥控器损坏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上上电池 对着我们的手机拍摄 看屏幕上这个发光管是否发光 如果不发光呢 证明遥控器确实坏了 如果发光呢 我们要检查电器的接收部分 好,下面我们把它打开 一般的遥控器在电池盒里边有一个螺丝 给它卸下来以后 这是带卡扣的 然后在丝面给它撬开就可以了 好,我给它打开了 这个位置有一个隔板 下边就是导电橡胶 每一个按键对应着一个导电橡胶 这个导电橡胶 与我们这面接触的时候 就把这个两个引脚短路了 短路以后 在发射芯片上就形成矩阵 在发光管 就发出相应的信号 来控制我们的电器 按照我们的指示运行 如果有单个的按键不好使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导电橡胶 是否接触不良 或者有断线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这端的导电橡胶 导电效果不好 我们也可以给它加装一个铝箔片 给它沾上 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遥控器的故障呢 是按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 首先呢 我们要看一下电池供电是否良好 内部是否有整个的电源管理芯片 以及发光管是否正常 好 下面我们把它打开 好 板已经打开了 我们看这一端 锈饰得非常的厉害 主要原因是电池漏液 电池液呢 就会使我们这个铜腐蚀掉 而且都是这个一边腐蚀的 都呈现绿色 这还有一个开关 不知是否接触良好 这个电池夹的弹簧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光管是否正常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NPN型的三级管 是驱动这个发光管的 发光管的正级是直接接到电源的正级的 这一端也就是发光管的负级 是接这个三级管的集电级 三级管的发射级是接地的 它的基级是通过我们这个红外发射芯片驱动的 然后控制我们的红外发光管发光 从而进行信号的传递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电杆 以及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是进行降压的 主要是给我们芯片供电的 现在咱们先不管它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铜腐片 已经锈时的严重了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电池夹与地线是否接触良好 这个位置是地线 我们看已经开路了 已经开路了 与这端也已经开路了 都已经开路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铜腐片给它补好 我们可以用钢具条 把锈时的地方给它刮干净 刮干净以后我们再用酒精 给它擦干净 然后把需要连接的地方用导线给它连上 再用酒精给它擦拭干净 我们先给它加点松香水 这样焊接比较容易 加焊锡 由于内部空间有限 所以我给它焊了起包线 由于遥控器自带的电池电压太低了 我手边也没有合适的电池 所以今天不能够测试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